阿里山林业铁路 自1912年通车以来 承载着林业和铁路的技术 文化景观、人地互动的核心精神 然而 2009年莫拉克风灾 造成沿线421处灾害 原定2015年底通车 又逢杜鹃台风重创 造成42号隧道的崩塌 中断迄今15年 车站是旅客对林铁记忆的起点 林铁处为了提供更优质友善服务 陆续整修北门 竹崎 奋起湖 神木 与筑山车站 导入美学设计 融入地景 友善生态 保存文资 让一座座车站 成为阿里山林铁沿线的新地标 阿里山林铁多沿山坡而建 对全线边坡、桥梁、隧道等设施 全面进行安全调查及风险分级 除设置告警系统外 并于2023年完成44处第一优先应改善的工程 因杜鹃台风侵袭 42号隧道发生大型崩塌 新建制隧道责定坚硬研盘 采新澳工法施工 提升设施稳定 拆除既有铁道作为运输通道 并连接原43号隧道 兼顾安全与环境保护 许越号是首量以生态为设计主轴 360度旋转的座席 观景和隐私功能 兼具的包厢 提供全新的体验 福森号 以芬芳的国产块木 及科技一屏 展现木都 画都永续城市 大景窗与窗外丰富的生态 以移动美术馆 开启探索之旅 112岁的21号蒸汽火车 于2019年启动整修计划 恢复燃煤锅炉系统 改用洁净生殖煤 为动力来源 建立国人维修技术 让亭翼42年的英雄 再度奔驰 唤起民众对争积的记忆 与热情 更是动态文资 保存的最佳典范 阿里山林铁 于1986年 与日本大总川铁道 力竭姐妹铁道 陆续增加瑞士 印度 英国 斯洛伐克等 共计五国九条铁路 透过技术安全 观光行销 及质工交流等方式 以铁路外交 开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 2022年11月 DL34机关车 航月9971公里复英 化身国际交流大使 2024年5月4日 DL34搭载着国旗 正式与英国首航 写下灵铁跨国 交流新篇章 灵铁处 以沿线丰富文化景观 当作媒材 从展演规划 教案开发 主题列车 刊物出版等管道 进行教育推广活动 让民众 从多元面向 认识灵铁 亲近灵铁 透过策略联盟机制 以沿线商家为轴心 双向互惠 资源共享模式 结合主题列车的 游程体验 建立共融之伙伴关系 促进林业铁路 及沿线社区 自然 人文资源 永续发展 站在服务第一线的 运务同仁 批心待跃 寻查和维修铁路的 公务同仁 专专业的驾驶 及一手包办火车 维修保养的 机务同仁 是灵铁 营运安全的守护者 2024年7月6日 全线通车日 灵铁第二代 新制服亮相 永续简约的山林峰 展现灵铁职人的活力 与专业形象 五千四百四十七个日子 灵铁人从未放弃 一步一步 修筑前往阿里山之路 2024年7月6日 我们终于迎来了 昂首期盼的全线通车之日 15年的折服 终呈现点名 怀旧与创新并存的 百年阿里山 灵涅铁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